我們現在人在哪裡啊 我們現在在東京車站 現在真正值賞音季節 那為什麼我今天旁邊不是維恩 是... 請自我介紹一下吧 好,我是跟Bob 有一些交情的 羅賓 每次都在旁邊吃拉麵的那一個 對對對,如果大家有看到影片的話 羅賓是維恩的替代品 怎麼說 因為剛好剛剛羅賓有講到 是賞音時期嘛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 亂走去找一些東京知名的賞音經典 之後呢 然後吃個拉麵 馬力歐賽車 Yeah Yeah 現在這邊是屬於皇居的外圍區域嘛 對 那我們可以看 那邊有些許的印花 剛剛Robin說皇居 一般來說是可以讓一般人進去的 對 但我今天有沒有開放 我們就讀看運氣吧 外面人排超多的嘛 但其實進來之後發現 其實還蠻悠閒的 因為這邊腹地蠻大的 所以大家一進來的時候就會開始分散 這畢竟是之前皇上住的地方 對 這邊有一些漂亮的櫻花 這邊應該不太算隱藏經典 但我覺得比起木黑川或上爺來說 我覺得人真的少得蠻多的 對 因為可能進來大家可能因為要緊張包包 會有點 害怕這樣子 然後這邊櫻花樹可能也比較沒有那麼密集 這個地方就是有橋跟櫻花 沒有比這邊再跟日本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皇居外圍區 大家跑步的地方 大家有機會可以繞著皇居 然後在這邊找這個景色 漂亮 我們接下來要去的地方就是那邊的 千鳥之淵啦 就是皇居到千鳥之淵這一段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適合 喜歡櫻花的人在這邊散播 因為其實一路這樣走過來 到處都是櫻花 對 而且它其實走的也不算遠吧 對我們來說 大概一兩個小時 我就覺得可以看到 上百株上千株的櫻花還不錯 慢開 對 我們現在進到千鳥之淵這個區域啦 那 人 超多 好 離開了千鳥之淵呢 現在大概也是時間快要一點了 差不多是吃飯的時候啦 剛剛千鳥之淵那邊 真的很漂亮 但是呢 人真的有點多 所以櫻花季的時候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有帶比較年長的人的話 我覺得可能避免那邊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人擠到就是可能會 讓人家走起路來有點小小的不舒服 吃飯之前呢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應該是 梵田橋 就是法政大學這一帶 那這邊應該也是有蠻多櫻花 就是這邊河邊啦 我們等一下可以帶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從 東京車站這樣慢慢走過來 可能對一般人來說應該是不能用走的吧 但如果你對自己的腳車有自信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比搭電車一站一站俠 然後一站一站擠 我覺得還來的有趣 因為 像我雖然你在東京坐了十年了 那你還在東京住蠻久的嗎 對 坐了十年了 總是會走到 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覺得 對 這邊推薦的景點就是 法政大學這附近一出來 然後可以看到河岸 那邊就是我們常常去的Canel Cafe 然後呢 順便可以看到 電車來的景色啦 就是這樣子啦 我們現在在Sakura Teras 要吃中產 它叫做麵屋 它在Tabulum上面有3.71分 算是蠻高的啦 而且也不用排很多堆 試試看它400塊的茶窗吧 嗯 嗯 它超高的很多耶 嗯 嗯 蠻好吃的 喝喝看它的湯 哇 濃厚到有點小魚的味道 我覺得還不錯 來吃看看這個 酥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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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叉燒可以滿大片的 不像一碗麵1200 我覺得算是還滿合理的價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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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燒風味不錯 酒池3.7 我們接下來的行程呢 是從范田橋 然後一路經過 Ichikaya 四枝谷 那邊呢 然後我們等一下 目的地是六本目 五枝球內帶 但是呢 從范田橋到 Ichikaya 這邊 也是有很多櫻花 可以看的 我們從 我從東運車站這樣子 一路走過來 大概走了 一萬六千步 大概是12公里左右 哈哈哈哈 那對我們兩個來說 12公里只是剛開始的 前菜對不對 對啊 我們有一次 我原來這樣 我們那時候也是在 在惠比壽見面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 欸我忘記帶錢包了 這樣子 哈哈哈哈 我們就 通常一般來說 那我們大聲回去拿 然後再開始走 就是從惠比壽走到高原子 大概走了 三個小時左右 說了就走 對 或許拿個錢包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蠻瘋狂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瘋狂的話 歡迎 跟著我一起賞音 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們帶Robin來吃 就是日本 應該說東京啦 那個 鯛魚燒玉山加的 叫Wakaba 大家可能看東運走橋影片 可以看到 我跟委員之前也吃過 蠻好吃的 哇 很香耶 而且他尾巴 就已經有很多 那個叫什麼 紅豆 對 我覺得他 我比較喜歡吃 脆的鯛魚燒 然後這個剛好是脆的鯛魚燒 剛出爐的 對 猴瀉猴瀉 哎喲 就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是我們剛剛從 一從東運車站一出來 一路現在到這邊已經到了 翅板吧 完全無間斷的櫻花 這邊醜 對 日本真的好 真的蠻強的 來來來來 趕快帶東進來 對不是我們炫耀 就真的很厲害 從橋上的這個角度 看櫻花也超棒的 對 然後這邊也是一個可以 就是搭床 然後 邊看 邊搭床邊看櫻花的好景點 三桑巧福 你在台灣的時候有吃過三桑巧福嗎 有 有 愛吃嗎 就很三桑巧福 就很三桑巧福 對 但是對我們台灣人 坐在日本來說就是 看到三桑巧福 就覺得我好像不得不來吃一下 而且還蠻道地的 還蠻道地的 對不對 哈哈哈哈 What's that? Oh Howie It's Harry Potter And the Cursed Child TBS Akasaka Act Shirta 我剛剛跟Robin在猜這棟這麼漂亮的建築 是什麼呢 結果是 呃 九年一貫的私立 正義學員 對對對 然後 如果住得起那邊的話 大概就可以讀這所學校的 我最近看一個新聞 就是港需的高中吧 他們高三的畢業旅行 好像就 可以到新加坡去 啊 我有這麼說 對對對 然後大家都表示 表示非常的開心 那首先你要做得起港區的話 你應該也不用政府補助去新加坡 應該是自己的零用錢 對 好啦我們經過那個 讓人家有點壓力的 九年一貫的小學 以及這個移動到一百萬的 租進一百萬的那個大樓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到了 我們平常人可以 逛地方 逛地方 叫做 Mid Town 東京 Mid Town Yes 我們回到我們的老巢啦 六本木之丘 對 你上次哪裡什麼時候 幾個月前 幾個月前 OK 那這邊也是有不錯的櫻花 它在那個 Down Sear 我們去看看吧 離開這邊一段時間 然後再回來才知道 這邊的品牌多貴 以前真的是 經過的時候都沒什麼感覺 對不對 以前都是馬屁 現在走到這邊的時候 還有人心惶惶的 哇 我的感覺 要離開六本木之丘啦 那我們現在往卡拉巴球的路上呢 會經過大門 那大門那邊就有 東京鐵塔 跟櫻花 要再看一個景點啦 晚餐就是這個啦 Yeah Go What you got, bro? Uh Chicken burrito And Iced coffee Chicken burrito Chicken burrito 對,Sir 好,我點的是 B burrito 牛肉的墨西哥春捲 料超滿的 而且 它也沒有很貴吧 一個才一千 大概一千上下吧 嗯 如果你在日本 如果已經吃膩了 拉麵 以及吃你的通告之外 你可以來吃這樣墨西哥的食物 應該不會有人這樣做 那吃飽飯 我們看天色其實也暗了 所以接下來就進到我們的 夜陰時間啦 這邊如果你角度抓得好的話 也是櫻花配上東京鐵塔 十分的漂亮喔 我們接下來應該會以光束的方式帶過 因為我們從子公園離開之後 現在經過新橋嘛 那等一下經過銀座其實也都沒有櫻花 所以我們就可能會直接跳到下一集 好啦我們今天走了 我走了幾公里 我看看喔 29公里 然後拜訪了無數的賞英集點 我們現在在這可以看到Skytree 以及櫻花以及橋 還有河邊的地方做結尾 那我是鮑勃 那下次見 掰掰啦